看过没练过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爵 今天我们来讲一位同学的 自由泳滚翻挖泳转身和自由泳的动作 这是水上四角的滚翻 揍人 差不多这个样子 水上四角其实看到动作有限是吧 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 这是滚翻之前最后一次空中一臂 你要换气就在这个时候换 不要怎么样啊 在这个时候换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动作明明可以并在空中一臂里面 你把它单独拎出来 对那个速度的连贯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水下四角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脚掌碰到池边上的时候 脚掌在这儿 屁股在这儿 肩膀在这儿 三点不是一线 所以蹬出去呢 要不发不上力 如果要发力你就会蹬歪 那要做成什么样呢 同学们看一下啊 滚翻过来 哎 脚掌碰到池边的这个点 脚掌在这儿 屁股在这儿 肩膀在这儿 三点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样子你蹬出去啊 才能发上力 并且不会打滑 很简单 是吧 那如果有的同学刚开始练滚翻 掌握不好距离啊 翻的时候太近了 看 屁股已经快碰到池边上了 这个时候你的脚掌碰到池边的这个点呢 它必定跟你的屁股和肩膀不会是一个直线 这种情况怎么办 调整 还有没有 你给它停下来 不要着急蹬 调整好 再蹬出去 之前我拍过一个视频 说这个到池边 先别着急蹬 先稳住 是吧 可以通过这么个练习 让自己能够有停顿 能够有调整的时间 这个演示的是滚翻之后 离池边太远了 脚掌没碰到池边 怎么办 也是停下来 慢慢去调整 甭着急 这位同学在这个滚翻中 两个问题 一个是脚掌碰到池边的时候 不能第一时间形成三点一线 第二个是 再不能形成三点一线的情况下 它不能停下来去调整 它非得直接蹬 结果就有些歪歪扭扭 这个东西啊 一个是通过多量 去掌握好这个滚翻的距离 二个是滚翻之后 要能够停下来 有的同学 他觉得自己停不下来的原因是 气不够 这种情况我建议啊 你可以带个笔甲 OK 接下来看一下挖泳的转身 双手到池边 转身 水下长花手 三个问题 第一 手碰到池边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还是摸那个树面 不要抠上面好吗 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 那个触摸板 它是在树面的 不在那上面的 你如果抓上面没有碰到触控板 它不给你计时的 知道吧 第二个问题 转身太慢了 起来的时候 肩膀还是一左一右的 并没有一前一后 这个等一下详细的跟同学们说一下 第三个 灯池边出去水下长花手没有做完整 好不好 一个水下长花手出水面 再做一到三次挖泳 属于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练习 好吧 来这个视角我们看看转身的问题 走 OK 两个手碰到池边 出水面的时候 眼睛是对着池边上的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 但是 入水的时候 眼睛还是对着池边上的 你这个就直接往后倒 没有一个向后转的动作 这是什么 挖泳转洋泳吗 啊 看一下我做的这个示范 出水面的时候 眼睛就已经看着旁边了 肩膀就已经是一前一后了 然后入水的时候呢 头顶已经是对着这个方向去了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单只是把我的脑袋和屁股 换了个位置 我还进行了转身 身体转过来了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一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好啊 硬快的把自己的肩膀变成一前一后 好 这里还有一个水下四脚的挖泳转身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嗯 灯磁边的问题跟那个挖泳是一样的 三点一线 做的不是很好 还能再优化一下 是吧 然后呢 到磁边之后 一个手先离开磁边 侧身转过来 对吧 这个手的动作太大了 阻力大 尽可能的贴着自己的身体 移到那边去 这样子阻力小 OK 很简单啊 那这几个动作细节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它会让你四半功倍的 不要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这么练 脑壳里面不想东西 那就不好 我们要练的有质量 接下来看一下自由泳的水下动作 爆水的动作不明显 是吧 呃 这还是他改良过后的一个动作了 之前是有一个明显拖走的动作在 像这个同学们看一下 很想发地啊 但是 拖走的动作 那 像这个 小手臂架不住 有点拖着走 好吧 然后我也是看这个视频 发现他有一个格外明显的问题 就是腰啊 特别的 呃 滚不起来 同学们看这个视角啊 诶 OK 诶 看这个视角 看到没有 肩膀在水面这儿 屁股也在贴着水面 你看中间这凹下去多大一块 然后我们看这个视角 那这个地方也是凹下去很大一块的 我们这个流线型啊 一定要让自己的躯杆 奔直一点 像他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 把腰稍微 往上拱起来一点 像这个样子啊 然后我故意模仿这个动作 肩膀在水面 屁股也贴着水面 中间凹下去一块 然后呢 拱起来 看见没有 让自己的腰跟屁股肩膀 都尽可能的贴着水面 也不要求你粗 贴着就行 至少从旁边看 没有一个明显的 凹下去的那个动作就好 另外做水下摆腰的时候 腰这一块也是没动起来的 同学们看一下 咳 腰这个地方 始终是凹下去的 即使是脚掌 在往下踢的时候 你看这个腰这里 还是没拱起来 拱起来知道什么意思吗 在水中要像这个样子 能动起来一点 那么腰这一块 这个叫拱起来了 看见没有 然后在这里我要跟同学们 明确一下哈 是腰要贴近水面 我在跟他提这个要求时候 他练了一段时间回头 发视频给我看 我一看 我说你的腰还是没有拱起来呀 他说啊教练 这段时间我都努力的让自己的屁股 撅起来 贴近水面了呀 我说我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要求是 把腰拱起来贴近水面了 是啊 我把屁股使劲的撅起来了呀 后面经过沟通交流 我发现他的理解是什么 屁股撅起来贴近水面 腰也就贴近水面了 我说不是这样的 同学啊 这个是屁股啊 这个是腰啊 总之我们的肩膀背 腰 屁股都尽可能的贴近水面 像这个样子 那就很棒 然后这个暴水的问题呢 很多同学都有哈 不能做出一个明显的暴水动作来 最多就是直臂暴水 像他这个样子 整个暴水的阶段 手臂都是直的 小手臂不能单独的在水面动起来 这个呢 一个是通过陆地上的模仿练习 专门去练一下 然后呢 就是下水 单滑手 慢慢的去滑 不要着急 是吧 你小手臂死活能够单独动起来的 通过这个方法 再然后就是单滑手 也是慢 只要你够慢 小手臂一定能单独先动起来 然后呢 慢慢的把动作连贯起来就行了 一个明显暴水的动作就出现了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是吧 只要你能慢下来 它不需要多少力气 那我给同学们 这个视频内容就这样 我给他的建议是 把那个灯磁边好好练一下 三点一线能够发散力 不会灯滑 然后把那个腰啊 动起来 能够贴着水面 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 再去练那些滚方啊 倒水啊 这么一个步骤去走 那我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 这种类型的讲解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多点点赞 让我知道一下 好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